实习生你是来拿着一个准证来犯错的 每个实习生应该好好珍惜这个机会 因为如果你在这里没有犯错 没有学习的话 你等到你去做正职的时候来犯错 那个可能是太迟了吧 所以其实很多公司 我们应该很感谢他们 因为他们可以接受给那个学生去做实习 最重要的是你在这段时间 你到底有没有珍惜这个机会 去学习跟你所读的科系 或者你想学的东西 如果不是你真的是浪费这个犯错的机会了 我们看过一些实习生 根本没有来学习的态度 根本就是为了那个University必他来 他才来而已 他们没有抱着这种诚恳的态度来学习 我觉得这种女实习生 真的是大量费着他自己的时间 跟公司的时间 有些实习生他们真的态度很好 我们真的曾经请过 也看过很多实习生 他们的态度不会比fulltime而差 而且有的真的是很有创意也很肯付出 所以我觉得这种实习生 他应该得到跟fulltime的人一样的心情 基本上现在很多实习生 有些公司是给300块 有些给500块 甚至有些给1000块 1500块我们都有听过 我觉得应该看地方行业吧 股票上500到1000是比较可以接受的